中国官方对外在宣称所谓中国式民主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中国官方也纵容民间的大魔头欺负无辜的女生 这个大魔头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做赵富强 他盖了一间上海的小红楼囚禁性剥削女生 而且还强迫他们跟高官赔税 甚至还有人被迫要当代理孕母 而这个赵富强更夸张的是 他从2000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才落网被办的时候 这段时间他还可以靠草地皮发大财 成为上海政商名流的一员 更离谱的是他还可以成为中国上海的法制节目背后的股东 这整件事情听起来都非常的荒诞不惊 但是它就发生在中国人自己称的魔都上海 所以请教明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可以想想看长达20年的时间 竟然没有人发现还可以纵容让他这样子横行20年 应该是有人发现 但跟警方举报了之后被压下来 不但被压下来 警方竟然还告诉那个逃出来的女子 跟他讲说 在赵富强那边工作很好 你干嘛跑来报警呢 你应该赶快回去 这种事我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对中国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先来讲赵富强是什么样的背景 他是江苏太新人 他本来是一个 他的职业是小裁缝 可是他的心很大 他觉得靠小裁缝 你根本没办法赚到钱 所以他就带着他的老婆 就去上海的十里洋场 他想要去有一番作为 就他的作为是什么 竟然是去做黄色交易 黄色交易 对 而且他旗下的第一个小姐 就是他太太 他竟然用他太太去赚皮肉钱 那他把他太太推下海之后 他觉得 这个生意不错 然后没想到他就叫他太太 强迫他太太 要是从农村来的 就是跟他太太去网罗 跟他一样的这种农村姑娘 都把他骗骗骗到上海来 就来做这种皮肉生意 那他的手法当然非常恶劣 就是比如说 把这些女生 就是强暴 强行拘禁 然后拍不雅视频 然后就是 以此来控制他们 所以他就开始做 这样子的生意了 那当然了 就是说在上海 这个形形色色 你有一些上海的高官 不一定可以看得上这种农村姑娘 所以他的分一半 就是一半就是做这种农村姑娘的生意 那另外一半 他就是为了要迎合这种上海高官 他就开始想办法 要去招揽这种白领阶级 那白领阶级你要怎么招揽呢 他就开始打造 把他的这个大楼开始埋起来 叫做创富大厦 那为什么大家叫他小红楼 所以以前是很low的 用礼法厅的名义 然后现在是改变成 用招待所盖个创富大楼 没错 因为他要分散不同的客群 因为你有这个上海的高官 他什么都看过了 他怎么可能会看得比较重 比较土里土气的 所以他要开始去做不同的课程 那我们讲到那个创富大厦 为什么叫做小红楼 因为创富大厦 他的第一层 他是用那个红砖把它盖起来了 所以外表看起来就是红楼 所以上海人他走过就会说 这是小红楼小红楼 那叫创富大厦 好 那这些白领阶级的姑娘 是怎么被骗的呢 就像我们这个里面的案例 他有一个叫陈倩的女孩子 而且他是刘美龟来的 刘美龟也是海龟 海龟派 然后他就是要去 刚好有在招揽 他这个上面打着说 他有一个叫做什么 上海法治节目 上海法治天地这个节目 要招揽节目助理 他看到这个广告 然后他就被骗走进去 但是他进去的时候 发现说 哇塞 这整个是金碧辉煌 很像那个夜总会的规模 就没想到他一进去 就是地狱的开始 他同样的也是被 比如说强暴 然后软禁起来 那他说里面 这个大厦里面 到处设满机关 包括到处都是摄像头 都是监控器 而且他每个房间 都有门禁卡 把你锁起来 那甚至在外面 全部都布满了 黑道的打手 你就是不能够 监禁 就是让你监禁你的生活 从此他就开始 被做性剥削的 这样子的工作 那应征当法治节目的助理 最后轮到被性剥削的下场 那你想想看嘛 纵横20年 总是有人跑出来 那我刚刚讲的这个陈倩 他就是后来受不了 他就找了一个机会 因为他就后来博取了 这个赵富强的信任 那赵富强 他就是有点变他的左右手 去帮他汇款 他就2017年的时候 他就趁着一个时间 去银行汇款的时候 他就跑去跟银行的人员求救 就说他遭到了 这个产无人道的对待 结果没想到 银行人员去 就是没有多久 赵富强就来了 来了之后呢 就说这是我们家庭纠纷 这个是我老婆 不要管不要管 就把他带走 带走回去之后 把他暴打一顿之后 更过分的是他把他 就直接带到密衣 别人就把他进行驱软 从此以后让他 就是没有生育的能力 让他整个痛不欲生 那你想想看 有人去投诉 结果没想到没有被抓 还被产无人道的对待 那这件事情 后来最后怎么 是到了2018年 同样的也是他 软禁旗下的 一个催性的女子 他好不容易跑出来 他跑出来的 他有去投诉 他先去跟上海公安投诉 就上海公安不受 没有受理 没有受理的结果是什么 他的裸照 他的裸照 就是被到处的散布 他的视频被到处散布 他被这样子对待 结果后来呢 他就这个女生 他不畏强权 结果后来他2019年 就再次的 跟这个扬州区的公安来报案 那报案之后 我觉得这是天理昭彰 刚好碰到中央扫黑的 督导组来巡视上海 你要是没有这个高层中央来巡视 这个案子恐怕都永无天使了 应该说是来自北京的人来巡视 才是重点吧 对 他在上海根本就是官商互相包庇 所以根本查都查不出来 没错 所以后来这件事情才整间被拨抗 要不然我跟你讲 纵横20年怎么可能 他总共20年让他赚了10亿人民币 上海不是很现代化吗 而且他最夸张的是说 他全盛时期光是在 这个上海的一个地区 他就1000家的店面 1000家的店面 你就知道多离谱 那后来这件事情就被揭发出来之后呢 当然包括就是说赵富强等37个人 赵富强本身是被判死缓 然后他以时钟名义把他起诉 那他身边的人分别被判 两年半到20年 可是这件事情 中国的舆论还是继续追下去 因为他们认为说 20年你这样一直包庇他 他身边到底还有哪些人 有法官啦 有常委啦 那甚至连当地的警察都在包庇他 他认为这个非常庞大的体系 要继续追下去